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笑的《兵行鸡》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5集 觉得声音很疲劳 我跑了两天的活动 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 但是作为一位男子汉的声音沙哑的时候 越是要留下记录 今天就给大家强行承受这个疲劳感 也要给大家做个开箱 这个是一个组合套装 也是属于英雄诞生的一个系列 那他是谁呢 这个配色我看 如果你不看名字 你看这个配色 我以为是Ultra Magus 但其实它是一个参议员震荡波 参议员震荡波 那这是Orient Pax 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看起来像是星皇 是不是 最近是不是星皇的玩具也要推出了 不知道我没有猜错 那么这个参议员震荡波 为什么长成这样 这是他原来的样子 那之后的话是因为他有一些行为 然后让参议员对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处形 还有改造 他才变成了之后的我们熟悉的独眼的 Shock away的样子 那这一款Orient Pax的话呢 他这里写的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但是如果按照IDW设定 他好像是个警察了 那这个模具的话呢 我本身比较喜欢 这个是来自于 应该是围城的探长的模具 那这个则是围城的 Star Screen的模具 下去做一些修改的 那这两个模具我本身有比较喜欢 所以虽然它是重图版本 所以但是我还是入了 而且特别是针对这个正波 这个造型我真的是有爱了 由于玩具是一个Voyage Class 跟一个Deluxe Class 所以它的价格 其实并没有说很亲民 然后这款Orient Pax 我个人感觉它的做工非常的不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C型给我卡下去 这个地方这里跟这里 两边大小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这一块部件翻下去拔出来的时候 这一块部件非常容易掉剪 因为它里头这个东西 根本就撑不住这个 撑不住这个外面这一圈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 掉剪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滚动性的话呢 倒是做得不错了 那身上的红色是有点 哇红色 消光的红色 确实看上去比较漂亮的 那这是一个真胸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好看 但是上面的这个塑胶的原色的话呢 就显得非常的low了 细节给各位看一下 配置的武器呢 有一把这个枪 还有另外是斧头的造型 这个也是许多Orient Pax的玩具 都会附带的一个造型 那当然这个 它作为一个OP的前身吧 拿个斧头呢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后面这里是一个空洞 手臂暴露的下方 这个玩具本身是如此 那这个改动就比较大了 它是来自于这个Stars Queen的模具呢 那它做了一个修改之后呢 两个小翅膀啊 是在盒子里头是要另外安插上去的 那它的一个底盘是这样子啊 这个配色的话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 那玩具的造型也不赖啊 它就是一个外形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玩具呢 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直接是一个载具的包装 而且是用纸把它包起来啊 真的是 我要说到环保吗 还是说要怎么样 反正呢 我是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呢 是不是这个包装 是不是感觉是廉价了一点啊 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咯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武器呢 给取下来 去转一下啊 这样拿下来 也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付武器就这样 其实 嗯 武器装具可能还是好一点啊 不然这样子感觉是太单调了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的做法呢 你看 这个一打开就掉了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要提啊 这个本身这个C型扣跟这里啊 根本就是已经扣不上了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变形体验了啊 然后这个腿的话呢 可以两腿把它给打开 你看这个这样子翻下来 你看变成变成拔叉变形了啊 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变形体验啊 就已经歪掉了啊 这整个 一整个就是心术不正的厂商啊 做出来的玩具当然就歪了啊 对不对 就像心术不正的人录的影片也都是歪的 对不对 好啦那这里翻出来之后啊 这里一样的啊 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 然后呢脚掌推出来 这里推过去 反正就是一个是膝盖的地方软掉啊 这个另外一个是脚掌啊 这款的做工就是这个地方让我觉得不爽啊 那这个头的话呢 就这样子把它给翻下去 本身变形还是还是有一定的乐趣度 拿了两个手臂胳膊啊 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是反这样子折进来 然后这里有个灰色的图跟刀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 好嘞 又把它给变形完成了啊 这一款啊 虽然是写着图书馆管理员的Orient Pax 但实际上它的设定好像应该是个警察 对吧 这里把它扣进一点 那武器 我们把它给卧室上去啊 这个本身的配色在变形成机器人之后啊 我感觉吧 它的一个灰色的部件因为飞到背后去了 所以我感觉还不赖 那本身的面雕 这给各位看一下 一个寒寒厚厚厚的 有一点寒厚的样子 但是也是算帅了啊 头雕的话呢 是官方灵魂啊 真的做的可以 胸口的造型也不来红蓝配色之类的 脚前后左右踢啊 可动性也都是还算可以 摇身也是有可以转动的 接地呢也都是有啊 那背包给周围看一下 本身造型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啊 那就是我这个 这个就是做工很差 就是两个地方会碰溅啊 可我不知道是我的个案呢 还是说大家买到的都是一样呢 再来的这一款参议院的一个正波啊 首先的话呢 呃我的建议把从这个地方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戳开来 把这个背包给推上去 这款的一个模具本身模具是很精彩的一个 一个模具是围城手套的一个 star screen这里解开 然后两条腿的话呢 就直接往下翻下来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弹簧这个机制啊 这个后面这个空洞呢 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补充 然后呢脚丫子的话呢 可以把它斜尖跟小后跟打开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 腾出空间 我们旋转它的一个腰身 旋转完腰身之后啊 这个胸甲的部分 把它往下面推下来 往下推的时候啊 记得这里推下去 它这个头啊 才会冒出来啊 头冒出来 不然的话呢 你你你直接啊 这里推的话呢 有时候从里头不好抠 那我们就直接的啊 这个胸甲的话呢 给往下面按进来 扣到这个孔洞去啊 长那么一点点 好扣上去了 那它的一个后脑在这里呢 卡扣是扣进去的 如果你想要它的头 能够动的话 你可以稍微把它推一下 让它的一个这个这个部分 是推开来的 我记得是可以 好像可以把它给 不要还是不要推进去好了 来先把这个两个 飞机的这个头给打开 两侧都给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卡扣的话呢 给扣进去 这里扣上去 这里一样 两侧都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扣进去啊 那这里的话呢 它是这个 后面的这个两个凸 跟这个后面这个蓝色 这个部件是有个凹 跟的一个小结合 扣的不是很紧了啊 那再来 胳膊的话呢 是从这里翻开来 然后呢 手臂翻出去之后啊 再把这个拳头给转出去 这个拳头转出去 有点紧 有点紧 本身的话 我这一款参议员震波 它的做工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很好 基本上都是偏紧实的 并没有什么 就是会松垮的地方 卡扣也就是比较紧实的 然后这个翅膀的话呢 你可以顺着说明书 或合会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推上去 那它有一个比较 比较迷的一个地方 就是后面的这个 这两块部件 好像没有固定了卡扣 就直接这样子放在后面而已 OK 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一个镜头机位 好了 这款参议员震波 真的是很帅气 而且就是一整个 Ultra Magus的配色 对不对 这个配色实在是 Time 变形成一个飞机 而且就感觉是一个 非常有重 这个背包现在很大 但它感觉就是一个 能够帮助你飞得很快的 一个感觉 这个面雕啊 真的是很帅气 眼珠子也是很漂亮的 水蓝色 胸口的这个V型 这个造型 整个分色来讲 真的是蛮优秀的 然后是满满的一个细节 当初有个家伙说什么 围城的细节太多了 跟G1没有符合 我不喜欢 那个人我忘了是谁了 后方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构 可动的话 头的话是390度的 转动当然没问题了 手臂的平举 现在因为有一个前挫的关节 所以胸口可以 这个 肥胸 拳头本身还是可以赚 这个当时我已经讲过了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Voyage Class的玩具 接地什么几乎都有 那这一次的话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之后呢 可以说是背包 其实有做一个小小的缩小 然后帅气的面雕 好看的配色 参议员正播的话呢 可以说是 吸引我购买这个组合包呢 最大的一个原因了 那就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了 价格合适的话呢 我推荐各位可以录一下 那我这个做工比较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啊 但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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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